每逢清明时期 奔波各地的游子们都会回返故乡一同与家人祭祖 除了扫墓之外 清明节也是家人难得相聚的日子 虽说每年清明节都会固定在四月的某一天 且多半会依照传统习俗去扫墓祭祖 但现今由于清明当天人潮众多的关系 很多家族都会提前 在扫墓前几天 家家户户都会忙着准备扫祭祖供品 且是必须花上很多时间 很多人在准备祭品时 都会遇到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或还需准备什么 容易准备到会招来厄运的水果 除此之外 清明节前往扫墓时 也有不该触犯的禁忌 这些禁忌很有可能会让你缠身的 清明节扫墓祭品水果什么不能败 根据卢州灵术研究协会理事长李赵金表示 祭败水果续为丹树 祭水梨 凤梨等 也要避免空心 多子及连串等水果 可准备象征平安的苹果 吉利的橘子及有祝福之意的柚子 亦或是象征世事如意的柿子等 带香烧到约三分之一时 双手捧祭拜神明的金纸 三拜禀报后即可烧化 烧完后图纸钱之后 再去祭拜祖先的金纸 同样三拜后烧化 接着以祭拜过的酒洒在金纸焚烧处 并将祭拜的鸡蛋打碎 包掉蛋壳 将蛋壳撒在祖先焚上 象征脱壳新生 脱胎换骨之意 扫墓后 回到家别忘了拜地鸡主 祭拜范围以房子内为主 在厨房摆一张小桌子 朝屋后方向祭拜 准备一个鸡腿便当 不切 三杯酒 两副碗筷即值钱 于下午二点后 晚上七点前祭拜 以保家中平安 除了扫墓时间 日期要留意之外 以下扫墓禁忌别处饭 避免不静 一扫墓完不可马上回家 祭祀完不可以马上拜访 亲朋好友或回家 建议先知人多 明亮之处逛逛 如超市 超市等 回家后 须立即洗澡 洗头 更衣 并将扫墓时 所穿的衣服裤子 及鞋子 全部洗净 二 扫墓避免穿着鲜艳服装 扫墓时 应避免红色 及鲜艳衣着 穿着素色衣服为主 以免招阴忌讳 另外 不宜穿全身黑 亦与阴气磁场过境 引来好兄弟 三 不可嬉戏 大声喧哗 亦不可忧心叹气 严禁在墓地嬉戏 大声喧哗吵 以及口出会言 不仅对祖先不敬 也会打扰到其他英灵 甚至缠身 四 不可踏过他人坟头 因绕过他人墓地 留意别踩到王者坟墓 尤其是墓碑前的拜台 此为大不敬之举 一惹怒亡灵 也不要碰到别人塔位 如果不小心碰到 应立即道歉 以免惹事上身 五 不可叫名字 到墓地时 不可直呼他人全名 需以绰号 小名代替 六 不可拍照 扫墓时 不可拍照 亦惊扰其他亡魂 七 生病不宜扫墓 生病期间 大病出狱或钢手术等人 因元神气虚 一遭灵体入侵 不宜前往墓地 八 孕妇不宜扫墓 孕妇行动不便 墓地多在偏僻之处 加上胎儿不宜接触灵体 如果真的需要去 可在肚子上裹上红布 九点七岁以下不宜扫墓 小孩亦感受到灵体 进而被影响 为避免误会不尽的阴气 儿童不宜扫墓 清明节原本不是一个节日 清明节的由来是什么 扫墓与吃润饼习俗都从这两个节日来 在古代的中国 清明原本并不是节日 而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其中一个 之所以清明节会从普通的节气演变成一个节日 是因为清明的时间 跟距离清明只差一两天的寒时节 还有在农历三月三号的上四节很接近 而寒时节的习俗是扫墓跟吃冷的食物 在上四节大家回去踏青 古时候的男男女女 还会趁着这个节日约会 时间久了 三个相近的日子逐渐合而为一 变成了现今的清明节 所以在清明节的习俗活动 像是吃润饼吃冷食 浇油踏青 其实是融合了两个古代的节日所产生的 寒时节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节日 寒时节的由来通常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相传在春秋时期 靖文公从而在外流亡十几年 在他挨饿受冻之时 一位闲事介子推将自己的大腿肉割下来 煮手给靖文公吃 靖文公借此活了下来并娶回王位 而正当靖文公想要封赏介子推时 介子推却与母亲跑到山林中隐居 不愿意下山 为了逼出介子推 靖文公采纳了臣子的建议 放火烧山 却将介子推母子活活烧没了 最后为了纪念介子推 靖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个时节 举国上下不准生火 并且一律吃冷食 而逐渐演变出了寒时节 则是源自于古时候的火境 古人会随着季节的不同 而使用不同种类的树木钻木取火 在换季的时候就会举行取星火的仪式 而在星火还没到之前就不能生火 扫墓又称为陪木闽南或挂指客家人 祭拜对象祖坟与后土 祭拜地点祖坟 祭拜时辰上午及时 清明节扫墓后土共瓶准备三升 全鸡猪肉 全鱼 蜡烛果类面果 红龟果 草仔果前茶碗中只放茶叶 值钱 寿金 四方金 一金 鲜花三升 猪肉 全鸡 全鱼润饼饼卷素菜碗 五项红龟果 草仔果 值钱 银纸或四方金 一金 清明节扫墓祭拜流程 将墓园周围杂草整理清除后 将五色纸用石头或土块压在祖坟上面 人称挂纸 客家人称铺屋顶 便摆上供瓶 坟箱 三柱 先拜后土 拜完后烧寿金给后土 祭拜完再来祭拜祖先 坟箱二柱相祭拜 过三巡 相约胜三分之一时候 双手捧起银纸 向祖先禀报后画枝 里程收拾好供瓶 最后在墓碑把鸡蛋打碎 蛋壳则撤在坟墓上表示送酒迎新 临古塔祭拜须知 祭拜对象 地藏王菩萨 土地宫与祖先祭拜地点 宫穆纳古塔 祭拜时辰 即时 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 阳气旺的时段最佳 清明节地藏王菩萨共品准备 水果钱果饼钱类饮料类祭拜之前 四方金 一金 寿金 祖先生前爱吃的食物为主 之前 银纸或四方金 一金 也可以准备鲜花 莲花 元宝 金条或纸杂祭品 清明土地宫祭拜流程 将供品摆上祭拜地藏王菩萨与土地宫 焚香一柱或三柱香 先拜地藏王菩萨与土地宫 烧寿金给地藏王菩萨与土地宫后 再来祭拜祖先 焚香二柱香祭拜 过三旬相约圣三分之一时候 双手捧起银纸 向祖先禀报后画枝 里程便可收摄贡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